这个女孩究竟有何魔力 将孟非怼得哑口无言 把撒贝宁逗得哈哈大笑 就连蔡国庆都忍不住上前求抱吧 2017年时 东北萌娃李新睿登上了 出彩中国人的舞台 别看她才年仅四岁 但却毫不怯懊 用东北大茶子的口音 成功征服了在场所有观众 瑞瑞 坐飞机好玩吗 不好玩 差点没给我一遍了 为啥呀 我从来都没坐过飞机呀 我的妈呀 我妈妈和我爸都远了 除了东北人自带的搞笑基因外 李新睿的双伤也特别的高 这不 当把蔡国庆老师名字忘记时 他灵机一动 顺嘴就叫上了 常回家看看叔叔 两个娘说不出来 我俩就崩溃了 晕过去的就是我俩 还有撒贝娘叔叔 就剩你了 撒贝娘叔叔 就剩你了 还有 常回家看看叔叔 这孩子真是打小就聪明啊 于是当节目播出后 李新睿就迅速火遍了大江南北 毕竟如此好玩的孩子还真是不多见 随后李新睿做客了了不起的孩子 可一上场就来了个麻辣点评 让一旁的孟非都有点招架无处 一个是资深主持人 一个是搞笑达人 可当面对李新睿的质问时 却统统败下了阵来 各位萌娃怎么能没点才艺呢 除了众所周知的唱歌外 李新睿的模仿能力也是一绝 假发一带头发一甩 就不就是活脱脱的刘欢老师吗 与宋小宝同光时李新睿也是毫不客气 当场就来了一个咖啡大PK 咱就问谁的表演最出彩 是什么让他们累下现场 又是什么让他们破涕而笑 面对这一幕 四岁的萌娃李新睿却显得较为淡定 除了劝姐他们坚强点不要哭爱 还很暖心的为他们拿纸巾擦泪 很难让人想象的是 这场让人爆哭的主人公 竟是这个逗乐现场的萌娃 2015年时 年仅两岁的李新睿 被诊断出了肾病综合症 此时的她不仅苗条 还没有胖嘟嘟的招牌脸大 可随着后期的治疗 西医激素的副作用逐渐就显现了出来 除了让她全身浮肿外 还致使她的身高远低于同龄儿童 她同龄孩子应该是都是一米以上了 她才现在她不让输 她才90 但这些还不算什么 自从确诊以来 李新睿一年光复发就多达数十次 最严重的一次是进入昏迷状态 医院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最严重的那回已经进入昏迷状态了 医院总流不影响 昏迟全走 就是怕睡过去 我们就不停地叫着 那新人啊新人 闺女啊闺女啊 醒醒别睡 然后吓了病危 刚刚天塌下来了吗 这么点儿下病危 心情都很崩溃啊 这么点儿孩 签完这字 证明这随时可能离开我们 最差的结果 没想过 也不敢去想 可当在谈及这些时 李新睿却总是那个乐观的存在 一秒打破现场的悲伤氛围不说 还让大家破涕而笑 妈讲的我都想哭了 哎呀 爸爸不哭了 爸爸好了 让你看着 投资看爸爸哭了 个人 个人 所以平时都应该在他 在开导你们 对 就是我们在他面前里表现出 就是从来没说觉得我们苦 我们非常好 我们 让我们外面都求得我们非常棒 可越是懂事的孩子 却更加的让人心疼 他才只是一个四岁的懵懂孩童 还不知生死为何 但却已经经历了生死 面对这一切 他又是如此的自信乐观 可即便如此 他也是个孩子 也有自己的小伤透 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去上学时 他很冷静地说 我得病的不能去 但他难过的小表情 却又出卖了他的冷静 当被问及想吃什么喝什么时 他很快速地回答道 我只想吃大肥肉 可当工作人员真的推出一盘肉时 他却又拒绝了 我不想吃 为什么你看到肉你就难过了呢 因为爸爸妈妈不让我吃 曾给大众带来无限欢乐的 萌娃李精蕊如今怎样了呢 自从参加综艺爆红网络以来 李精蕊的故事似乎一直牵动着人心 但近两年 他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事件 很少出现在电视平台上不说 就连分享日常生活的短视频账号 也似乎出现了停更 最近的一条视频 还停留在去年的11月份 那他到底去哪了呢 如今又怎样了呢 关于这点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通过之前的视频可以发现 如今的李心蕊 长高了不少 整体也描条了很多 前段时间更是迎来了家庭新成员 小妹妹 丑丑这熟练的豹姿 是个好姐姐 无疑了 不过大众最为关心的 还属她的身体状况了 其实自从节目爆红后 很多热心人士都向小新锐伸出了援助之手 王伟念导演更是在节目现场多次为他联系 中国唯一的肾病院士陈振玉先生 在多方交涉下 陈振玉表示 要为孩子制定一套专门的治疗方案 许事治疗效果十分显著 李心蕊前两年还跟吴梦达合作 出演了人生中第一部影片 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 之后李爸爸更是对外表示 李心蕊目前恢复得十分好 但是还没有完全断药 等过一段时间能够断药 就是彻底好了 希望上天可以善待 这个自信乐观的孩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豆猴呢 小妹妹 什么小妹妹 我是蛇仙美人小师姐